针对基本工资调整造成健保致付额提高的问题 金融市总工会理事长江丁发表示 这几天总工会收到许多工会来电询问 因为金融市政府设定老人健保致付额补助标准为826元 在最低工资调整后健保致付额则为852元 结果26元的差距在区公所投保的长者不必缴纳 在工会投保的长者却需自行负担 金融市政府的美意反而造成不公平 65岁的就是我们的劳工朋友们 他保在职业工会 他们就要每个月就要跑到工会 再缴这个26块的这个差额 那这个差额又有一个显示是说 为什么他们有一个信息说 我们的家保在区公所的 这一些就是比较弱势的这一些 没有目前没有工作的 还有他们的所屎主女 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没办法移入 他们必须移入再去公所 这一些人又不用缴这一些的26块 对此民进党立法人参选周恩廷议员 与金融市议员思维正共同呼吁 金融市政府紧速修改健保支付额补助标准 改为与基本工资调整联动 经费不足的部分在办理预算追加即可 认为这个从法制面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金融市政府你只要在补助标准 把这个天花板拿掉 或者你把这个天花板改成852块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但是你金费不足的部分 你明年追加减预算再来编追加预算 你法制面解决了你的金费在明年追加预算的时候来补助 这样子你就不需要透过公会先跟会员收的26块 等到你这些法制完备以后 你再去退还这26块 这完全是缓不及急的一件事情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道 这种能力变成了就一样 Sabot 我发动了 这种能力变成了 你